你覺得這個遊戲版號的復批 對科技股甚至對港股 會不會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我們可以從幾個圍道裡面分析 第一點我覺得其實版號的批核 其實老實說不是一向應該要每個月都很順利批核 其實本來批核是一個事情 後來停了8個月之後 然後將一些本來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然後它現在又做回正常 其實這件事是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是所謂的好轉的 因為我的邏輯就是說 其實你本來不是應該每個月都很順利批核 所以我倒轉會覺得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太特別的事情 我覺得第一點 第二就是說我們會見到其實股價都很諷刺 我們見到現在升得最厲害的那個 其實是BillyBilly 就升了12% 搞到你以為100%的業務是放在手柔那邊的 第一如果你細心點看回 它營收的分佈 你發覺它手柔的那邊其實是越跌越低的 它現在最主要都是譬如直播打賞 或者是一些電商那邊 其實它是R還是手柔以外的業務 其實佔的比賽都越來越高的 所以嚴格來說 BillyBilly它不屬於一隻純手柔股來的 純粹是反壓得多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Billy是近來那個 是所謂的波動性最厲害的一隻波動股 它每一天動漸的高低位 都可以聽一聲的 或者可以在三天之內 由股價是回兩成至三成都夠膽的 所以變成是回又回的厲害的情況之下 那你有一些所謂好新聞呢 你反彈那一刻又表面反彈得厲害 但是都是根據剛才我說的 一小時的定律 你頂了一個小時之後 究竟是繼續拉上去 還是可能頂了一個小時 已經跌下來呢 那這件事都很值得深思的 OK 那其實最近中海股也是一樣的 逢是反彈呢 你才追 好美很容易 就是好像被人打頭一樣 就打下去了 所以就是說現在逢高追 都很大很大機率 是失敗的那一小時 那最後呢 也可以借那個板號 也可以帶出一些另外一些的資訊 那我們看到其實 這個700或者是9999 暫時的遊戲的板號都還沒批 那我覺得就是說 就是中國有關的部門 是正常應該 就不會說針對 故意地為針對 而針對一些大的公司 就是說 是呀我一直批你 那我覺得 就不會玩到這麼差劣的應該 那所以我都會覺得 比較溫文地 正常是再過多兩個月 應該都會見到700和999 的遊戲版 我會批的了 OK 但是再重申 這個不是對他們來說 是絕對是非常大的利好 其實股價是升到差不多 其實也會有一定的阻力 但是現在是非常的大 是不可能 對他們來說 是我們會想說 對他們來說 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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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